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早上的9点47分 加权指数跌30点 30点虽然不多 可是你看 最多跌到56点 昨天美国股市是大涨的 虽然道琼跌79点 79点才一点点而已 昨天重点在科技股 你看昨天纳斯达克大涨0.85% 费城报告体更大涨3.1% 所以科技股两个指数 同时都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跟菲特曼奥提 最近菲特曼奥提在补涨 果然也跟上来创历史新高了 S&P500指数昨天也创新高 所以在美国股市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昨天欧洲是比较弱一点 因为英国 英国现在新的 新的内阁上来之后 新的首相上来之后 已经确定要脱欧 所以英国是最弱的 只有英国比较弱 德国昨天也是小涨 今天亚洲股市开盘出来之后 目前小涨比较多 南韩比较弱 因为南韩被日本压着打 在贸易战的同时 虽然是比较吃亏的 台北股市今天跌 你看美国跟美国股市 纳斯达克菲特曼奥提创新高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好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 涨不出去还掉下来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台积电今天跌2块钱 台积电跌2块钱 占大盘指数占了17点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 今天有69家雏权 听得懂吗 有69家雏权 雏权的公司里面 重量级的公司 又有鸿海 鸿海今天雏权 2412中华电信也是雏权 这两个重头戏 对于指数的拖累 也是很严重 那包含一些银行股 今天也有雏权 所以今天这些雏权股 加总起来 鸡手的降掉也没救了 所以台北股市找牌 一开始开那么低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不要看到指数跌 你又认为行情又怎么样 其实不要过度的解读 因为今天主要是太多雏权息的公司 有高达69家 又有重量级的鸿海跟中华电信 加上台积电也不强 没有办法带动 大力光目前也只有小涨25块钱而已 重点还在个股 重点还在个股表现 所以个股有的强有的弱 底部股有压回你赶快买 涨高的就不要去碰 你看6230超重 连续这几天都是大涨大跌大涨大跌 虽然昨天又涨天板又创新高 今天马上又开低 最终股票你操作起来 不会安心啦 3105很冒 昨天外资喊目标价 挡到300块 结果今天又直接开低 往往外资在喊目标价的时候 那个都是不是好现象啊 外资大涨就喊高 往往都是为了要卖股票来 又散户进来 那如果跌升再去降目标 那个也是要把散户给骗出来的 所以不要太相信外资 相信自己的研究比较重要 所以自己要努力一点 多花点心思去做功课 这才是最根本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几档底部的股票 加折昨天涨了之后 这个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这走的未来有些来都可以买 那指标比较高的一点 不要追高 以低阶为主 GIS这个随时会动哦 昨天外资开始买进了 黄金加拿出来了 这随时也穷哦 这是底部的股票 今天中行跌比较多 因为昨天 BCI运费指数跌了11% 但运费指数本身来说 它对于获利没有很直接的影响 它是一个运费的趋势 运费指数跌 那么趋势是往下的 运费指数涨趋势是往上的 可是你要记得哦 那个船支的签约 1000都是三年约 所以除非说最近有签新约的船 它才会有受费到嘛 如果最近这三个月里面大涨 没有新的船签新约 那还是用银用舊约 对它的获利其实是没有 没有影响 这你要记得 所有船支的约都是三年1000的 然后所以对于获利的影响 要看签约的时间 那可是指数跌 对于行情会有一些干扰 首先开低 今天开低我们 礼拜二的时候 40块钱已经卖掉一半了 开低好啊 下来我会再买 到底哪里可以买 你等我通知 指标比较偏高 这里要震荡 所以低阶为主 今天航股普遍都下跌 今天航股普遍都下跌 新兴育民中航 可是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弱 还蛮强的啦 因为昨天外资对于航股 也是全部都买进的 所以外资航股全部都买进的 所以这里让它洗盘 等它洗完盘之后 就还会再涨了 不锈钢昨天涅价 又涨2% 那涅价涨2% 这个对于不锈钢来说 都是慢慢在酝酿 都是慢慢在酝酿 你看今天不锈钢股票 都还蛮红的 可是这还不够齁 最主要是龙头厂 大成钢要带 大成钢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在于 48块钱 还没过 要过了48 它才有充的机会 所以不锈钢的部分也是要注意的 然后电子股的部分 现在 微软 微影 又继续在飙了 微软已经涨这么高了 还没停 再飙跌 现在微影开始了 又换微影了 微影昨天大涨 7% 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你看我从底部开始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有买都有赚 我推荐的都是底部的GEO股 那今天市场的焦点 又回到MOSFIT 杰利昨天发布财报 上半年4块钱 历年同期新高 今天开出高盘 目前涨了快4% 最多的时候涨到128块钱 同时也带动尼克森也上来了 尼克森今天创了新高 黄金照片又出现了 所以杰利尼克森两只股票 今天要特别注意 这有加速起涨的一个机会 齐邦今天除权 除权下来之后 今天没车 车都买了 这个股票 没什么好好讲 这种股票没有什么好讲的 怕不下来也 下来都买 今天除权3块半 殖利率有5% 5%殖利率也不错啊 对不对 今天洪家军 目前都维持小涨 大田涨高了 今天大跌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涨高再去追就没意义了 买底部才会安全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一直去追高 风险都会很大 今天旺洪 从华邦店 南亚科都续涨 因为现在传出来 南韩 三星原本要扩充新的产能 现在产能扩充暂时延后 因为你现在原料被人家捏住了 你就扩充产能拿不到原料 没有用嘛对不对 所以暂时延后扩充产能 这是正确的做法 那这个对于报价就会有带动 被动员界我们来看被动员界 被动员界目前华星科小长五毛钱 国具跌一块半 目前还在打底 虽然说法人一直出国具的利空报告 不管是目标价 或者说他半年报纸赚九块钱 可是你看国具在重利空之中 一直在打底 重利空一直出来 他一直在打底 指标很低了 所以外资一直在有利空的报告出来 他如果一直不跌的话 那到时候一涨上来 那就利空出境了 要注意 罚信科已经宣布了 8月8号要除息 16.3元 殖利率10% 还蛮吸引人的 这个黄金胶他也出现了 昨天外资已经第一天开始买进了 华信科 昨天外资第一天买进华信科 三百零一张 费动已经有华信科要注意 持有华信科 三万六千张的 汉与伯德 你要注意 因为除息配下来还不错 对美股的贡献度 EPS 大概会有六毛钱左右 大概算过了 大概六毛钱左右 好今天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谈 环球金 环球金目前涨四块钱 四块不够 你知道昨天晚上 德国四创 德国四创 又大涨5% 最多涨到6.5% 瘦盘涨5% 我们来看德国四创 这个是旧的资料 这是上礼拜 这是前几天的资料 礼拜二的资料 昨天又大涨5%之后 你知道这波涨幅已经多少 你知道吗 50%了 德国四创 已经涨50%了 今天胜高 我刚刚录节目的时候 有看了一下 涨了2.5% 昨天涨4% 结果涨2.5% 胜高这波涨幅也30%了 一个涨50% 一个涨30% 兼换信悦 信悦我刚刚录节目的时候 大涨6.6% 环球经 这个50% 这个30% 信悦现在大涨6.6% 环球经 太少了 填全OK 今天环球经开盘没有开出去 是什么原因 因为报纸在报导 报纸 大家很多人都在看 很喜欢看报纸的消息 再做判断 看报纸的贪大钱 大家都会贵人 报纸说第二季 环球经 不是环球经 矽晶元的销售 减少了2% 2%也没多少 对不对 2%也没多多啊 你看环球经 第一季的营收15.5亿 上半年营收302亿 上半年营收302亿 所以可见得环球经第二季的营收 还是比第一季略为增加 还是略为增加 这个半年报出来 因为第二季有10%的保留盈余的税 所以比较难估啦 可是以营收增加加上 营收增加加上 它的一个合约价调高 所以获利应该也不会太差 跟第一季不会差到哪里去 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应该又是好处置 昨天外资大买了2350张 这个田权没问题啦 如果国际那三家大厂继续大涨 不排除环球经 有继续补涨的机会 所以进可攻退可守 你要做长做短 其实都很好用 昨天长棒初期跟大家推荐完之后 要操作华兴科 要操作国具华兴科 环球经的跟着连业脚步 我的做法就是找底部肌肉股 一档一档买 我相信你们知道 我们金的股票 都是最好的股票 都是最好的股票 我们的负战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好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